众所周知,由关小彤、补冠金、董思怡、李庚熙、徐梦杰、李俊贤等主演的《二十不惑》二开播后,就迅速占据了热搜《四姐妹良爽》、罗燕、江小果、段家宝进入职场,开启崭新的生活。 可以说剧情节奏也很快,两三集就把故事背景和四位女主在生活,事业中面临的情况都向观众交代得很清楚。 不过说起剧中最近的仔,当属关小彤,一出场,就气势十足。 关小彤本季从长直发变成大卷发,瞬间提升了整个人的气场,更成熟也更洒了,再配上他精湛的演技,能在有限的戏份里,让观众们对梁爽这个角色印象深刻。 作为演员我们在关小彤身上极强的可塑性和爆发力。 近日,华晨宇出席某活动,在采访时,他坦言,在二十不获二定当那一刻,他就为关小彤打卡。 因为关小彤是一位非常有内涵的演员,他带给观众的感觉就是与众不同。 但是我觉得在这部剧里,梁爽和赵优秀的情感持续到了新剧里,但还是百般曲折出场没多久就产生分歧,哈哈哈哈。 随后,华晨宇调侃,上次帮关小彤宣传的时候,我还问小彤,问其能不能演二十不获二中的赵优秀面对大家的八卦。 华晨宇解释,关小彤说不获二已经拍完了,肯定是不能演了,但是如果下次剧组来王牌,说不定梁爽就会考虑一丢丢,哈哈哈哈。 在二十不获二接下来的剧情中,我们也是希望看到关小彤,补冠金,董思怡他们如何为梦想尽情绽放,勇敢蜕变,看他们如何在二十岁岁的年纪,重新出发启程,最后也希望这部剧能够达到观众的预期,不要让大家失望。 谢谢大家。